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继续讲一下 VLC的安装一款媒体播放器 可以播放视频或者说音乐 音频文件 直接开始吧 首先就是复制它的链接 右键 然后复制一下 拷贝 拷贝 然后打开浏览器 这边右键 然后面贴并前往 反正另接你就直接去我的描述栏里面看就行了 这边的话 它也是自动识别的 MacOS 我可以直接按这边下载 然后也可以按这边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它也是苹果的但是是什么CDcom 这不知道是什么 一般就是直接按这个macOS 我今天就不按这里 我按直接这个图标 允许 然后等一下 好了 这个可以关掉 然后点击这个 OK OK 然后就是把这个拖到这文件夹上面就行 好了 然后 程序已经安装在 应用程序里面了 就是这边 应用程序 然后他就在这里 你可以拖到这边的 下面这个 图标这个栏里面 然后 这边也可以找到你的程序 VLC 我直接打开了 忘了 然后打开 这边就直接选择enable就行 默认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是英语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Language 应该有中文的我记 形体中文 这样就可以切换成中文了 然后sale 这样就可以切换成中文了 然后sale 然后把这个新推出吧 按下3min 然后最下面的quit 就是退出 重新打开它 自动警察更新 自动警察更新 然后也是默认 我们按了就选自动 行了 这样就是中文的 然后打开文件 他这边写的很清楚 拖入媒体文件 我这个 是一个音频的 拖进去 我停了 然后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 文件 上面文件 打开文件 然后再选择这个 桌面上面 然后这个文件 打开 先关掉吧 然后也可以直接右键 打开 方式 VLC 你看 又打开了一个 关了 然后右键推出 行了 软件的安装 已经完成了 很紧拉 然后可以的话 还是一样 就是帮我按赞 订阅 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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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在这里 因为我会 然后我会用这个 我们的